四名凶途本月17号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刺杀44岁华裔男子 在用白色宝马轿车 碾过受害者 之后车子不明下落 时隔十天 如佛警方终于找到 这个最重要的凶器 摩哈默卡利在记者会上指出 警方接获民众投报后 昨天下午三点 找到有关轿车 但是车牌已经不翼而飞 警方调查后证实 车子是合法的 接着将会和原本车牌的车主 了解详情 摩哈默卡利也透露 落网的15名嫌犯之中 其中四人将会恢复自由 除了这15人 警方还在追捕三名在逃主要嫌犯 并相信他们还逆藏在国内 摩哈默卡利还说 此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有涉及的人都有各自的角色 包括有人负责策划这一切 另一边乡在新山推市亭 其中两名分别在槟城和 柔佛洛网的写犯 今天延扣期届满 被押往法庭再度申请延扣 推市最后允许警方 延扣他们六天 直到1月2号 NTV7综合报道